赴中国旅游禁团令 原定要在三月份解除 如今突然在春节前大转弯 交通部观光署宣布要旅行业者 即刻停止招揽旅客 观光署新闻稿指出 是因为中国迄今 未就陆客旅行团来台进行安排 加上日前片面宣布改变 M503航路运行方式 冲击飞航安全 环顾当前情势 不利于台湾旅客到中国旅游 也呼吁中国能够释出善意 也请台湾旅行社业者 切勿再揽客 开放旅游团计划说停就停 可业者是急得跳脚 就算刚刚属于寄出缓冲 针对已经招揽成团 出发日期在3月1号到5月31号的团体 还是可以出团 说是保障旅行社权益 但旅行公会也痛批 要观光署别闹了 赴中国旅游 目前订单早就排到9月 我们很多的包机啊 或者是说路线规划 即使基本上都是超过8个月的规划 所有的人都已经开始紧张了 我6月1号以后 我收的团怎么办 然后我只靠 两岸交流的部分 回生的旅行社 那我是不是真的要把旅行社给关起来 全台4000家旅行社有超过9成发团到中国 从去年10月开始 交通部逐步释出解除中国禁团令消息 可11月又突然抛出每日限额2000人次 引发业者强烈反弹 交通部长王国才还挂保证 就算超出人数也不会解团 要业者放心揽客 开放中国出团旅游一波三折 春节前又一次政策急转弯 让旅游业者无所事